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 我也觉得很好 风哥 为了多陪我几年 你就忍一忍 好吗 令公子 既然聂大哥已经决定了 那明日就开始解毒吧 少帅说 非流的西洋决练得很好 能帮上忙 江湖郎中知道怎么解毒 不用他指手画脚 令公子 您不要总是跟少帅吵架 少帅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梅长苏是你的少帅 又不是我的 我为什么要像你一样体贴 我一直帮他 是尽朋友之责要了他的心愿 不是让他来自寻死路的 他说梅长苏是你的少帅 什么意思 他就是小叔 他就是小叔 怎么会这样 他仅仅两年了 我都没有认出来 难道他在梅里 你也中了 我还能怎么样呢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我必须要有正常的容貌和声音 难道你让我找个地方躲起来 苟且度过余生吗 你应该告诉我的 如果我告诉你 有许多事情你都不会听我的 你们对我的情意 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我的负担 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一直以为 你只是瞒着靖王 没想到你连我都瞒着 还是靖王好 什么都不知道 如今恐怕景颜都瞒不住了 如果他知道旧完善的病人 就是聂大哥 一定会对我起疑心的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把真相告诉他 只是包不住火的 他现在是不知道 这个人是聂峰 可我就不信 他半点疑心都不起吗 能满意识满意识吧 靖炎现在不能分析 只有当他的势力 足够稳固的时候 才能够找时机重返旧案 实际上找不到时机没关系 只要靖王登基 不行 赤眼之案只能在当今皇上 在位时才能重申 否则在后世眼中 子凡夫案必然不妥 更何况景颜和 启王的关系这么好 别人难免会觉得有偏思之险 是 赤眼众人要清白 就一定要彻彻底底地清白 你这个人哪 我说不过你 我去看看聂峰 我去看看聂峰 你没闪不过你 我是请聂峰 聂靠 你会在这种 聂峰 来 你会在这种 这是我 我会在这种 我曾经在座 我 其实这么多年 不用解释 我只想知道 你还有多久 你之前瞒我的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不在乎 但这件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十年 我可以 够了 这十年 答应我 这十年 别再离开我了 走 又被你说服了两个 不过我也不意外 当年连我爹都无奈你和 又何况他们呢 是吧 令辰 但我现在感觉真的不太好 怎么说倒就倒啊 醒了 喝了 怎么那么苦啊 白水 是吧 是不是我一对你生气 你就这么吓唬我呀 我要你帮我 我至少还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 你再这么熬下去 能熬过半年就算你高瘦 你自己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还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只有我能够安抚住景颜 可现在我连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倒下 你已经倒下了 倒下就倒下了 天又倒不下来 天当然不会倒下 是吧 景颜他是个极脾气 景飞娘娘又身居宫中 到时候谁来拦着他冒进 你来啊 我不认识他 现在京中形势一片大好 就算走错一两步 又有什么要紧呢 现在的局势 还远远没有到万无一失的地步 我机关算尽这么多年 不能到了最后关头 让自己成为导致败局的变数 这样就太对不起景颜了 所以我一定要拜托你 景王自有他应该承担的东西 他也不是那种承担不起的人 何必觉得对不起他 说到底 昭雪旧案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你就是在这点上过于执念了 才会让你这般的心神疲惫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梅长苏不只是领数 他甚至还背负着 气温 赤眼 冤魂 着雪的希望 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还要等着 等着看景颜大婚 金国 地步步地掌控朝局 我要等着谢彧的死讯传入京城 下降落网 我要等着皇上能够同意重审就完 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放心吧 燕大夫的招牌是招牌 我狼牙阁的招牌也是招牌 有我在 不会让你倒下去的 我还打算在新潮时 仗着你的事 要舞杨威一番呢 我怎么舍得让你 这么轻易去死 谢了 别说谢 一句谢也不行 这样吧 把小飞留还给我 当作谢礼吧 不要 你一个小没良心的 你忘了当初是谁 把你捡回来的 你忘了当初是谁 就不要 站住 你们两个别闹了 小心别把我都玩给打碎了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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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啊 你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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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闹了